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提供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 我们接着来讲加藤清政 上次我们说到 明朝的援军进入到朝鲜 和日军激战之后 双方就坐到了谈判桌 那么加藤清政 他对和谈是持反对态度 一方面呢 他是对于日军武力的迷信 另外一方面也是基于对秀吉的忠诚 加藤清政认定 大明朝廷根本不会理睬 丰臣秀吉 割让朝鲜南方四道的要求 他认为小西行长 是故意的制造河南顺利的假象 他非常不满 小西行长这种欺诈的行径 而这个时候 虽然明朝和日本双方 已经展开了河潭 但是在釜山一带 军力密度极高 剑马弩张 在双方议和陷入僵局的时候 明朝无法接受 日本继续留在朝鲜半岛的条件 而日本却希望明朝能够接受 日本对于朝鲜南部完全控制的进行事实 双方根本谈不到一起去 而日方的大量部队 这时候撤退到了釜山一带 顾面和补给问题 必须得到解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日方选择采取一次军事行动 来表达几方的态度和军事实力 虽然决定要采取军事行动 但日方不敢片面的向大明朝开战 所以决定找一支朝鲜部队开刀 这个选择就是晋州城 原因是朝鲜军的实力比较弱 而且守备地点比较突出 从釜山到晋州一带的地势相对平坦 容易进军 晋州又是进入全罗道的重要门户 战略意义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 第一次晋州之战 日军遭到重创 所以日军想要一报之前受挫的耻辱 关于第二次晋州之战 有史料记载 说留在釜山的明朝使节沈维靖 从小西行长那里 得知了日军的最新动向 小西行长在告诉沈维靖的时候 还补充说 自己已经尽力地阻止这次军事行动 但是以加登清政为首的日军将领 执意要复仇 他也是无可奈何 这说小西行长 为什么把如此重要的军事机密 透露给沈维靖 有一种说法 是说小西行长 深深感觉到大明朝的强大 他希望以和谈结束战争 所以他反对进攻晋州 另外呢 领军攻打晋州的 是他的对头 加登清政 所以小西行长要使办的 还有种说法 说小西行长 是在风尘秀吉的授意下 故意透露消息 说日本人深恨朝鲜义兵 所以呢 想透露出攻打晋州的军情 引朝鲜所有与日军作队的义兵 齐聚至此 请军入梦 然后一网打尽 不管事实的真相如何 明朝联军很快就得到了 沈维靖的急报 沈维靖在急报中 分析了此次日军出兵的意义 他认为 日军只是想借重自己的优势兵力 攻下晋州城 一血去年的兵败耻辱 并不是想彻底的卷土重来 重夺失地 而日军这次聚集了大半的 在朝兵力 一共有九万多人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有鉴于此 沈维靖建议朝军 暂时让出晋州 没必要和如此庞大的兵力 碰一个头破血流 日本人占领空城 泄了愤 但是两草不济 守不住 最后还是要乖乖的撤回釜山 那明朝联军的内部很多将领 也附和沈维靖的看法 包括朝鲜著名的义兵将领 红衣将军郭再右 红衣将军郭再右 是第一次晋州大捷的重要将领 他也是游击战法的忠实信徒 讲究不和日军死扛 可是更多的朝鲜将领认为 对付日军的侵略 应该是寸土不让 血战到底 其中一直最坚决的 就是曾经在江华岛的 一兵将领金千亿 听说日军要攻打晋州 金千亿最先率领了 三百亿兵赶赴增援 协助晋州辅使徐里元守城 同为金千亿决死精神赶昭的 赶赴晋州的 还有庆上道右兵使崔庆慧 率兵五百 中青道兵使黄晋 率兵七百 副将张润率兵三百 一兵将领高聪厚率兵四百 等等 至此 晋州城内原本的兵力 再加上援军 总共约有八千人 但是以这点兵力 想抵抗日军九万人的攻击 无意识躺避党车 而朝方在战前 曾经向星州的首将刘廷 请求援军 但是并没有获得明方的支持 在整个第二次晋州攻防战中 大明一方也没有出兵援助过 明军统帅李如松 在毕体管制战之后 态度转变成比较消极 他听说日军大举进攻晋州 下令全军避战 不可增援晋州 刘廷曾经亲自给加藤清政 写了一封信 劝他慎重 不要点燃新一轮大战的导火索 可是书信送出之后 石身大海 由此可见日军当时是铁了心 要去打晋州 六月中旬 日军正式发起了第二轮 对晋州的攻势 九万三千大军浩浩荡荡地从釜山出发 一路烧杀直逼晋州 六月十六日 邪安沦陷 六月十八日 一宁城扣 朝军著名的将领 全力 因为兵威将寡被击败 退至南原一带 日军的进兵迅速 沿途的百姓大惊 纷纷逃入到晋州城避难 原本小小的晋州城 很快就挤满了六万多人 包括了很多妇女老旧 日军来得很快 六月二十一日 晋州城中已能够看见大队的日军 在城外砍竹子 建造迎战 随即晋州城就被团团包围 风雨不透 东面 于许多秀家率领一万八千八百二十二人 部将十千三成 大谷吉祭等人 北面 加藤清正率重两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人 副将黑田长正 岛金一红 过岛直茂 西面 小西行长 人马两万六千一百八十二人 部将西川中兴 宗一志 晋州城南 是滚滚的南疆 天然屏障 在包围圈的外围 日军还布置了数路人马 严防 明朝联军的援军 西北方向 以小早川龙井为首 八千七百四十四人 部将 丽华宗帽 盯住了南园和中州方面的动力 东北方向 毛利秀源 一万三千六百人 防备上州和 山山方向的 明军 南疆以南 则有 击窗广家 一部人马 以防 朝鲜 异兵的捣乱 围城已定 这个时候的晋州 就像是一片汪洋中的 一片枯叶 日军深知 劝降无用 干脆直接攻城 6月22日 围城的第二天 惨烈的攻防战 拉开了帷幕 为了抵抗日军的进攻 守城的朝军 早就引了南疆之水 灌入到护城河 形成了一道 宽约帐鱼的鸿沟 日军很聪明 在城外 掘开了堤坝 把江水又给引走了 随即大批的日冰 以土块石块草舵 填平了湖城河 顶着竹制的盾牌 涌到城下 密密麻麻 城上朝军设下弓箭 竟伤他们不得 在竹盾的掩护下 一些日军开始挖地道 挖城脚的大石 可是刚挖了一半 就听轰隆一声 城脚塌下了一块 原来 城脚的大石被挖走 地道不受力 结果被上面的城墙压垮了 城上的朝军 也找来滚油 往城下泼 服以火屎 顿时一片火海 日军的第一波攻击失败了 没过片刻 日军再来 竖起云梯 像蚂蚁一样 往城头上爬 朝军毫不示弱 奋力抵抗 但是日军 一波退下 一波再来 日以继夜 根本不给朝军喘息的机会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天 朝鲜人几乎累趴下了 为了鼓舞士气 金千亿 从早到晚准备战犯 并且拖着他那条 天生残疾的腿 亲自跑上城楼 逐个送给每一个士兵 他还努力的爬上 城楼的最高点 跳往远方 告诉士族们 城外远处 有两军正在激战 看来是援军到了 朝军上下都深受感动 决死守城 但实际上 金千亿 向士兵们撒了一个谎 城外 别说援军了 除了日军 什么人都没有 金千亿也知道 自己的谎话 撑不了多久就会露相 心中也是交集万分 甚至有些懊恼 有一次他私下 就和部下抱怨 刘挺部离这里最近 为什么还不见 凝军的援冰 其实刘挺当时的兵力 只有五千人 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 刘挺并不是没有增援 实际上 他曾经派出部将林虎 试图向晋州进军 只不过半路上 被丽花宗帽 和小岛船绣包击退了 23日 日军三战三退 入夜 四战四退 24日 日军再来 双方在城墙之上 以死相拼 城内外 死者不计其数 25日 日军开始在 晋州城东门外 筑起了一座高垒 他们打算仗着 土垒的高度 跳入城内 朝军将棘就计 也在城东 筑土垒和日军比赛 连城内的妇女 也跑来帮忙 结果 重置成城 日军始终无法站到 居高临下的优势 朝军更是拖来了 玄字号大炮 对着日军的土垒顶 轰击 据说曾经侥幸的打死了 日军负责 铸造土垒的指挥官 26日 两军继续进行 拉锯战 朝军的箭矢 渐渐的消耗殆尽 玄许多秀家 见此情况 亲自来到城下 向城内喊话 说你们 翘首盼望的 明军援军 是不会来的了 不如早早投降 我可以饶 城内一万人不死 金千亿大骂 我等由此而已 但天兵 三十万 不是计到 窝贼 你们就等着 化为鸡粉吧 玄许多秀家大怒 指挥日军 再度攻城 两军激战 直至27日的天明 终于 日军使出了 王牌武器 也就是硅甲车 用来对付 金州城 坚固的城墙 这个硅甲车的发明者 就是嘉藤清政 手下的嘉藤三杰 他们有可能是受到了 朝鲜水军 硅甲船的启发 他们发现在 工程用的冲车上 覆盖一层木板 对城上的落实 非常有效 便造了数十辆 这下派上用场 朝军也不含糊 见滚木雷石 砸不穿 硅甲车 就找来火油 浇在车身上 一把火烧毁了好几辆 嘉藤清政下令改进 在硅甲车外 包了一层牛皮 这样就不再怕火烧了 28日 日军再来 以硅甲车 冲撞城墙 朝军将领黄晋 在城头巡视之际 遭到日军火枪手的 狙击暗算 当场战死 金天忆立刻请来 晋州服使徐立远 接替黄晋的位置 可是徐立远一见文官 何曾见过如此血肉横飞的场景 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 跑下城去 崔兴慧想将他斩首 一定军心 不到这个家伙跑得实在是太快 一六一二就跑没影了 副将张润 临危受命 接替了去立远 可是没到几个时辰 张润就壮烈战死 可见当时战况的惨烈 这时忽然天降大雨 日军的火枪 受潮不堪使用 日军烧退 荆州城内的守军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以为大雨能够减缓日军的攻势 说不定还能让日军退兵 可谁也想不到 这场大雨 却是晋州城城内 六万男女老少的催命符 在日军归甲车连热冲击之下 原本坚硬的城墙已经开始松动 而这场大雨 更加加剧了城墙的塌陷速度 29日日军冒雨攻城 终于被加藤清政的部下 冲破了晋州城的一角 日军大喜 加藤清政部下三名武士 加上一名黑天长政的暑下 同时冲入城中 夺下了一番枪的荣誉 城外日军健壮 士气更加高涨 蜂拥从城墙的缺口入城 一切都完了 晋州城早已是淡尽粮绝 士族疲毙 再不能与日军向仗了 当几名传领兵 把日军入城的消息 报纸给金千亿 金千亿长叹一声 起身出门而去 这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 一切的抵抗都是无益的 当日军第一个人 冲入城内的时候 晋州城沦陷的命运 就已经注定了 残存的朝军将士 展开了悲壮的最后抵抗 拿起了一切 可以使用的武器 与日军肉搏 最终纷纷地倒在了 日军的长枪和武士刀下 日军把第一次 晋州之战的耻辱 和这次围城七日 所遭受的损失 统统转嫁到 晋州老百姓的头上 据史料记载 图城过后 六万晋州百姓 几乎全部死在 日军的刀下 创下了 开战以来 日军图城的最高记录 金千亿 听着满城百姓 悲惨的呼喊 悲愤莫名 他带着自己的儿子 金向前 还有崔姓慧 高丛厚等人 退到了 柱石楼 他对大家说 这里是我辈 葬神之地 他想烧楼 可是日军已经杀到楼下 来不及了 忠人只得来到楼台之上 朝北跪拜 然后一起跳入滚滚的南疆 以死殉活 金海夫使 李宗仁 仍在浴血奋战 此人勇力超群 在文城战中 转战四门 杀了不少日将 日军深恨之 撑破之后 找了数十人围攻他 将他逼到南疆岸边 李宗仁知道不可幸免 奋力抓住两名日兵 夹在肋下 大叫 金海夫使李宗仁死于此 说吧 跳入南疆 两个日本兵 成了垫背鬼 另外一位猛将金俊民 在乘破之后 仍然骑马 与日军向战 往来冲杀 所向披靡 日军的刀枪火炮 打不中他 追了一天 最后也不知道 他死在哪里 很多百姓 为了躲避日军的屠刀 纵身跳入南疆 死者众多 最后江水为之不留 金州扶持 曲李源 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日军在一棵树下 找到了形容腿丧 一关不整的 金州城最高长官 日军也懒得啰嗦 一刀就砍下了他的手机 用言言好 送到封身秀吉处报公 屠城过后 日军一把火烧毁了所有的民宅 更把城墙推平 掩埋水井 还将所有的树木砍倒 百年老城晋州 成了一片废墟 鸡犬不留 大功告成之后 日军大摆宴席 犒赏士族 大肆庆祝 7月7日 日军诸多的高级将领 举办庆功宴 抓了一批寄生 前来助兴 朝鲜的寄生相当于日本的异计 那么加藤清政的部下猛将 毛五村六柱 喝的是冥冥大醉 朦胧之中 看见一个朝鲜美女 在楼台之上 向她抛媚牙 毛五村六柱大喜 扑到楼台之上 一把就抱住这位美女 结果聚变抖声 这位朝鲜美女 用力的抱住 毛五村六柱 一起顺势 跳入到南疆之中 大雨过后 江水湍急 很快两个人就被冲得 没了踪影 席间诸将大惊 毛五村六柱 是加藤清政 手下的猛将 是加藤清政 特意请出山来的 如此猛将 和朝鲜 一届弱智女流 同归于尽 让日军诸将 都觉得脸上无光 宴会 也举办不下去了 战后 经朝鲜政府调查 这位勇敢的寄生 叫做朱连介 此时年仅19岁 他成为了第二次 晋州之战中 朝鲜军民 悲情抗敌的代表 战后 朝鲜政府 特意建造了 一记词 来纪念这位 国难期间 一劫不屈的少女 日军的这次军事行动 只是为了展现日方 在议和过程中的 态度和实力 所以呢 在战后日军并没有继续推进到明军驻守的南远 反而撤回了釜山 声称要等待 明朝答应议和 就回渡海撤回日本